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及上面所需要的搭配的一些图片 这个东西就是要你自己去寻找 我一般都是在签库网 或者是在直接百度搜索 或者是花瓣 很普遍的新媒体的人都知道的一些地方 当你的音乐找到了 素材也找到了 那现在怎么去搭配呢 我总结的几个方法 我拿手机看一下 那天我就在想 如何让你的真气波更有特点 或者是更好看 第一就是混搭 这个混搭不是说你的素材全部都搭进去 而是说把真气波的元素 和各种耳熟能详的东西搭在一起 什么叫耳熟能详呢 比如说一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人物 表情包里面的东西 还有猫咪啊 这种完全和真气波不大大的东西 你夹在里面 反而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感觉 这是我用的软件以及一些快捷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打开皮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软件 新建项目随便命名一个名字 好点确定 好的我们进来新建一个序列 在文件那个地方 你要看清楚是1920x1080的 然后现在就点确定 好咱们就打开了这样一个序列了 首先看一下这个 是一个你制作效果出来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一个操作区 效果空间 这也是个操作区 这是一些工具 好开始 刚才演示一下怎么新建序列 然后现在我们把素材拖进来 点中素材 一定要点中素材 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效果里面有一个视频效果 点击视频效果 看到里面有一个波形变形 对我想要这个图变形一下 然后拖到那个条上去 你看上面有一个效果空间里面 有一个波形变形和那个一样 把这个游标拉到最尽头 然后改变它的高度和宽度 会得到一些效果 然后打关键针 在另外一个地方打的话 改变数据它是会有变化的 现在你看到这个有变化了 接下来我们倒进去一个动图 选中动图 点击一个透视 它有一个基本3D 然后双击 然后就在里面有基本3D这个效果 我们改变一下它的数据 倾斜是上下转 旋转是左右转 再同时也改变一下它的位置和大小 这个一定要是自己去新手调了 你才能感觉得出来 适合你的位置是什么 所以很选选 打进去一个元素 然后我们现在改变它的运动 也是打关键针 把它定一个位置 就是它结束的点 定好 然后再定一个它开始的点 我想做一个传送带的感觉 就是两个都要打关键针 然后最后也要打一个关键针 改变它的数据 它就会有一个由小到大 由远到近的感觉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复制粘贴 Ctrl C加Ctrl V 然后移一下位置 这样就不用再重新做了 整个全部都重叠起来 然后左边也做一个 现在倒进去主体的素材 想要做一个从右到左的移动的 并且也是一个重叠的 同样的方法打关键针 改变它的数据 它就会有运动 好 现在也是复制粘贴 并移动它一定要有一个距离在这 你看它就有一点 就是这样的效果了 傻的要死 现在就是把它对齐 一定要对齐强迫症 不然的话就会有跳针 或者什么的 想要做一些效果 像切菜一样把它切的一段一段的 这一段我想加一个模糊 这个效果里面有一个模糊 与锐化里面有个高丝模糊 点击一下 你看第二个老白就模糊了是吧 是吧 同样的方法 现在倒进去一个素材 我觉得不够丰富 也是选中素材 改变它的倾斜度 旋转一下 然后它的大小 现在打关键针 就从小到大 有一种本出来的感觉 然后在中间过几针 然后打成100 然后再过几针打成0 它就有一种有小到大 有小到大 然后又消失的感觉 好就是这种效果 现在也是复制粘贴 所有的复制粘贴 放到你想放的地方 只用改变它的大小就行了 改变大小的树枝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 其实就像披照片一样 接下来是什么呢 把你的蒸汽播视频 当做杂志来做 你知道很多美妆博主 就会做一些图片嘛 他们就做的特别好看 可以去学习他们的一些方法 来搭配自己的画面 现在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下 是怎么做的 也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这个样子是工程文件是这样的 选中 选中以后 加了个蒙板 不透明度里面 蒙板有一个穿件椭圆形的 也就是这个 我把整个原素材切成了一个圆形的 不切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是一个背景 一个动图的背景 然后现在我是做这个钻石的移动 也是刚才那个关键针 你看我是第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地方 改变一下角度 第三个地方 改变一下角度 以此类推 再把这个条 复制粘贴 移动位置 然后就形成一个循环的感觉 大概就是这样 ok 听了那么多 好像脑子有点乱 把你的元素重复起来 重复的用 这就是非常暴力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 在做动态的时候 做一些模糊 会让你的素材看起来更动感 还有一个就是波纹 这三条就是那种百搭款 就是很争气波 我觉得还可以适当的 加一些饰品元素 比如说你可以去找一些日马 比较少女的动图也可以 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在微信问我怎么学剪辑 首先你要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兴趣也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做的这个东西 只是为了交叉 为了应付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东西 那你就趁早别做 那如果说你剪辑的东西是你喜欢的 比如说我就很喜欢电影嘛 我就会做一些混剪 那你如果要剪辑的话 你可以从你的idol入手啊 或者是你很喜欢某一个动漫 你也可以以它入手 那谁说动漫不可以做成真心波风呢 都可以的嘛 我觉得最好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 你在看某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是带着一个专业的制作的角度去看的 而不是说我只是一个观众 我来看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在看一个短片的时候 它的调色 它的镜头的运动处理 它的动态效果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是不是让你觉得很high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 你就算看研习攻略 你也是在学习 关于需不需要看教程 其实我不喜欢看教程 看教程容易让我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 我比较建议大家遇到问题了 带着这个问题去看教程 那就更有针对性 而不是说我先去买一套教程来看 和去健身房是一个道理 你花那么多钱 然后你还每天要去看 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很痛苦的 这个是我的一些小小的经验 然后还有一个 看不如去做 真的是这样的 你看一百遍不如你去做一遍 你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些紧张啊 或者是有一种畏惧感 其实你去做去接触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苦中作乐 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有讲清楚 然后对你有没有帮助 希望有一些帮助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这个视频 最好能够帮我点个推荐 关注点个投币 然后再点个收藏 谢谢大家看到现在 因为我是一个说话特别啰嗦的人 而且我声音也不是非常好听 我就是那种低沉的声音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 这次的抽奖 我就是抽平时积累的一些蒸汽波的素材 主要是背景和元素 这样的话你们就不用自己去找了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来我的微博关注我 然后转发点赞 爱点一个好友 我会抽五十个小伙伴 然后送给他我平时的后期制作素材 嗯就这样 那怎么说呢 我这是我第二个视频了 其实还是有一些拘谨的 但是我会慢慢的习惯 然后不会那么的拘谨 尽量表现出平时自己真实的状态吧 因为平时我就是一个比较画牢的人 所以说可能叽叽喳喳的 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到谣 好了 这期视频结束了 拜拜 拜拜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一走就是一年多 我 三百六十五个人 而且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跟那边关系 你心里面说 你心里有什么 你心里有什么 forever but not forever and as long if it wasn't for you I would love to stop starting in the sun it would differ from my next now you got a mirror that is don't please all I say couldn't be killed now say you used to be just different from me but now you wanna be safe this is the wave wave that you weep so baby now rest in peace I'm gonna love you until you hate me I'm gonna show you what's really crazy you should know it better let you mess with me honey I'm gonna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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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a black widow baby 拜拜 I'm gonna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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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love you